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 今天一个小孩他刚好继承一个长辈遗留下来的房子 刚好这长辈不信他是在民国105年以后才购物这个房子 结果他就有去问国税局说像他这样继承 而且还有一有贷款的情况下 那今天他的房地合一税 卖这个房子要缴的税大概有多少 可是发生的问题是说他今天问了两家不同的国税局的分处 结果发现国税局给的答案不是这么一字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怎么去处理 我们先来看简单房地合一税可能遇到继承的情况要怎么做 在民国109年这一套解释含令发布之前 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一个市价1000万的房子 即使可能当初妈妈他买 就是如果说今天被继承 如果他当初的合约有留下他是买1000万 国税局他的认定会认为说 如果我今天买1000万卖1000万 我的所得是多少 所得不是零 所得他是用他的公告限制去扣 所以说国税局他会认定说 哇你今天你的所得有700万 当然中间还有一些可以扣底的部分 我们就不太做详细的计算 那所以说这时候就引起很大的民怨 很多人会说当初我是明明就买这个价格 所以说国税局在109年发布这套含令之后 这套含令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房子还有贷款 比如说如果说贷款余额 遗留有多少金额呢 跟我们的公告限制相比取其高 可以当做我们的成本 比如说我现在假设好了一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今天贷款的余额是余额100万的话呢 我们房屋加土力的公告限制是300万 公告限制比较高嘛 所以他一样认定我今天我的所得 房地合一的所得是700万 但是如果说今天发布这套含令 如果说我今天有贷款余额比我的公告限制还高 那今天我的所得呢 就可以由1000万减掉500万变成500万 可以大幅解低我的负担 那今天问题来了 今天这个纳税语文他的问题就是说 这样是没有错啦 但是今天我房子还没有想要卖 那今天如果说我现在能不能 我先把贷款还清之后呢 那可能我过几年之后 我要卖的时候再拿这个清偿的证明去抵扣 那果实局他可以认定 他的认定的10点是必须我要卖房子时候的贷款剩多少 还是说继承的时候 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说今天房地的1岁 他是自己去填单去做申报 并不是有国税局 他今天寄来一个单告诉你要缴多少钱 所以当你今天知不知道这套解释含令 跟你今天知不知道说贷款余额 他的认定的10点 要怎么认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打电话去问国税局 一般都是用打电话的方式 那只是刚好出现这个问题是今天问了两个不同的国税局分处的承办人员呢 他们给的答案不一致 一个是说啊 今天这个含令啊 他今天是说你在卖房子的时候可以扣底耶 所以说你今天你贷款不能先还啊 如果照这个解释含令的内容应该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国税局的承办人员他是说 其实你只要继承的时候啊 你的贷款余额剩多少钱 而且这个能够证明是由你自己去做支付的话 那这些都可以认为认定为当初的成本去做认列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那像遇到如果税务问题有这种疑虑的时候 会建议说我们可以发函直接问国税局 比如说一个函要怎么发呢 发函的话可能我们在一个纸上面我可以先写 比如说我今天我叫陈叉叉 我就可以写陈叉叉含 然后右边这个部分呢 可以写我的联络的地址 然后联络人还有我的手机 比如说09多少多少 然后我的电话这些了 那受文者呢 我就可以说比如说台北市中正国税局中正分局等等的 那发文字号就是写我当初发文的字号 那像这边 不好意思 发文日期就写我当初发文日期 但是像这些字号或者普通件啊 或者什么 这些基本上是公家机关的既定格式 我们可以不用特别写 那主旨就可以说今天啊 因为我根据这个解释含令啊 有这个疑义啊 是不是说请 今天国税局去帮我做解释一下 主旨要记得写 然后说明呢也有需要写 说明就是把主旨再把我的问题呢 写得更详细一点 OK 那最后正本的话 当然就是发给我们的要询问的国税局 所以最后写的出来状况会是这个样子 可能就是叉叉叉啊 然后简单的地址 然后受文者是什么 然后重点是要有主旨 说明 然后内容是说 你针对哪边有些问题 然后希望国税局帮你适宜等等的 然后正本是谁 然后最后呢可能再签个名 署名说是你发的文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呢我们得到国税局的 他的解释的回应是这样子 他说啊 继承时候的房地成本 他的债务的余额认定啊 是以继承的时候去做认定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还没有要买房子 那但是因为我想要扣到多一点的一个贷款的成本的部分的时候 我一样可以先把我们的贷款还掉 但是当我可能过几年后要卖房子之后呢 我把清偿证明跟结清的证明呢 一样纳入进来 他可以去做抵扣的部分 OK 所以他是以继承的时候的债务余额为标准 继承时候的债务余额为标准 所以说今天在讨论的问题是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如果我们是用心智有继承有贷款的情况呢 我们的房地合一税要怎么缴交 第二是如果说今天针对我们的纳税的内容有异意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发函去问行政机关 简单的一个发函的格式 以上是今天所讲的内容